低调做事或好感 刘浩然王一博随车送物资 这样的明星值得大红 孩子王 这位明星或许很少人了解 可他为了出风头跟博关注 明明捐款一百元 可他屁图一万八千元 说实话这种行为十分恶劣 尽管孩子王事后道歉 并且回应自己会补捐 可不少网友已经在唾弃孩子王了 01刘浩然王一博随车送物资 但有了对比才会有巨大差距 比如娱乐圈中一波明星去捐款 杨幂 赵丽颖 任嘉伦 黄晓明 baby 程潇等人第一时间去捐款 看得出来人间有爱 然而明星纷纷捐款 为啥刘浩然跟王一博意外成为了焦点 这是咋回事呢 一王一博捐款又随车救援 河南水在爆发之后 其实很多明星宣布捐款 但顶流明星王一博没有在名单之内 随后键盘侠立马吐藏王一博 哪知道王一博不光捐款了 实际上他还跟随韩红爱新车去了河南 二刘浩然随车送物资 除了王一博低调做志愿者之外 弟弟刘浩然也很给力 在明星接力捐款之后 其实刘浩然已经第一次加捐款了100万 本来刘浩然可以专注自己的工作了 但没有想到刘浩然竟然暂缓工作 反而亲自去河南送物资 零二 王一博刘浩然出钱又出力 那么无论是刘浩然还是王一博 其实这两位小伙子都十分优秀 在水灾面前 他们承担了社会责任 出钱又出力 只可惜二人十分太低调了 但对于观众而言 做好事的明星都应该受表扬 亦承担社会责任 娱乐圈中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很多 可不少明星们捐款之后 他们也要工作 本来明星们捐款已经是一番新意了 但刘浩然跟王一博还跟车队一块去救援 显然他们承担了社会责任 哪里有困难 他们就往哪里冲锋在前 二塑造正能量青年偶像形象 作为一个娱乐圈的好榜样 明星可不只是说说而已 反而以自身行动扩大影响力 而如今刘浩然跟王一博亲自去一线救灾 显然这种积极且正能量的行为 会被大家效仿 三低调谦虚的态度更直表扬 值得一提的是 王一博跟刘浩然默默去救灾 要不是网友偶遇到本人 大家恐怕会一脸猛吧 这两位小伙子太棒了 低调做好事却不留名 为二人点赞 03这样的明星值得大红 门星而言 类似王一博跟刘浩然的男明星值得大红 娱乐圈恰好需要这种跟正苗红的正能量青年偶像 类似孩子王造假 P图捐款的明星不妨少一些 一有对比才有差距 捐款多少 本无限定 但P图造假反而让大家愤怒 而孩子王显然就是一个代表例子 但对比出钱又出力的两位小伙子 大家瞬间有好感吧 二跟正苗红偶像活该红 娱乐圈该真正思楷遮羞布 谁做秀 谁做实事 大家不妨肃清一下了 但对于低调做好事的明星 他们更值得长红 更值得观众圈粉 总之 一次水灾足以让大家看清了娱乐圈中的明星品行 谁是正能量且心系天下的偶像 大家一目了然 当然了 偶像之所以让人喜爱 他们恰恰就是做好榜样 比如刘浩然跟王一博这种类型的爱豆 或许明星们该内卷起来了 目前水灾还没有完全消退 可不少明星志愿者仍然奔赴在一线 只不过大家有没有为低调兄弟王一博跟刘浩然点赞吗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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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